星期三周中都有幾場球給我們玩 我選了兩場德國球 兩場的心水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有場雲達對著法蘭克福 這場兩點半開球 暫時初盤見到馬會平手盤 主隊高水1.9 雲達這幾場可能因為他排第17位 他搶分的戰績不錯 除了重開聯賽之後 第一場輸給李華 之後三場贏到佛賴堡 主場禍得很硬的無信家柏 剛才作客贏到燒黑04 近來連搶了7分 這股呼吸氣勢很厲害 今天就對著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上了一點力 上場也指一指跌 作客贏到和夫斯堡 那場也來過小爆冷 其實法蘭克福這隊球 我從上季開始都挺喜歡他 但今季不知是否因為 之前沒有肺炎那一層 他要應付歐洲賽 搞到兩頭不到岸 成績直線下滑 最大問題是後防真是挺頑皮的 重開聯賽之後 看到法蘭克福這隊球 怎樣1比3 主場輸給無信家柏 就發覺不知是否後防 在疫情期間沒有怎樣連播 後防真的挺頑皮的 近這四場球都失了十幾球 所以法蘭克福非常飄忽 作客面對著要搶分的雲達 平手本我就寧願要回 讓球主勝者雲達 起碼表現會比較正老 另外也選擇入球帶 2.5中位數 入球帶1.62 因為剛才也說過 這隊法蘭克福 其實他的後防頑到這樣 之前對著佛賴寶 這隊不適合入球的球隊 都可以開個3比3 都可以失三球 其實知道後防真的挺有問題 所以這場球 預計都會有些大的球膽出現 大家喜歡搏冷 可以買一些大球膽 2比2 或者3比2那些球膽 這場我就兩個選擇了 平手本要讓球主成雲達 還有2.5中位數的入球帶 另外也有一場 少少地搏 其實到了這個階段 買聯賽都是買戶級球隊 除了買雲達之外 另外德月方面 也要買一下特雷斯登 在德月來說 他現在正在排綁尾 但其實看他打的長數 比其他人慢了三輪 因為之前那些疫情關係 陣中也有幾位球員 中了招 所以之前那幾場 都叫沒有踢到 今場作客來到 我就覺得 漢諾威 現在就好像要讓到半一 漢諾威就是排第11球隊 而剛才說的特雷斯登 在排綁尾 第11 對第18 讓到半一 我覺得漢諾威似乎太深了 其實本身他主場都不厲害 兩勝八和三和 經常都是和球 因為他不是好色入球 所以不是好色入球 勝出率又低的球隊 要讓到半一 這些上盤非常忌 我寧願要特雷斯登 起碼他真的要急著搶分 分數上 如果他近兩場搶到分 其實他互給還有希望 去到這些位置一定是搏冷的 1.86倍 讓球客勝 我覺得這場球可以搏一搏下盤 所以星期三周中兩場深水 德甲就要雲達讓球主勝 和2.5中位數的入球大 再加上漢諾威對著特雷斯登的讓球客勝 就是兩場深水 其餘那些葡萄牙球就不碰著 讓他多開幾輪 祝大家贏多些 我們之後都會繼續有足球的深水和大家分享